接下来我要回到 我要回到刚刚的这个 自己的这个云端硬碟里面 在云端硬碟里面 我刚刚是不是做了一个网站 我放在这个资料夹 2019-0911底下有一个网站 然后这个网站呢 我当然就要开始来去讲 怎么去做分析 怎么去做分析 所以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网站分析 有看到 点选这个网站分析 它要求就是要放一个 Google的追踪ID 有没有看到 这个Google追踪ID要放进去 所以我们接下来是要教你 如何去把Google追踪ID 叫出来放在这里 所以接下来 也就是说啦 第一节课 第一节课你要先学会到 把这个GA码放进去 那下一节课 我花大概50分钟 讲解完什么叫GA 那里面的内容 这50分钟可能全部都是看 我的资料了 因为这一套我全部都做完了 可是你们 刚刚那个验证 就算你验证过了 你拿到 现在都可以拿到那个 验证嘛 然后去到下一个环节 你还是要等别人 例如说至少一天以上别人要去点击你的网站 对不对 你才会有可以分析的数据 不然你全部都是挂零 好 那我现在就要教你们 如何把GA的追踪ID 我们叫GA码找出来 好 首先 首先 我们要到另外一个地方了 因为只有Google Analytics 才会有这个GA追踪码 所以 点选 在这个地方点选加 再增加一个网页 请到Google的Analytics 就是Google分析 Google分析 好 然后Enter 第一个就是了 第一个 当你到Google分析的时候 当你到Google分析的时候 这边 这边 是不是就是赵子龙 对不对 就是自己 可以吗 你已经登入进去了 因为这是第一次用这个身份进入 所以他这边是不是有三个步骤就可以开始分析网站流量 一 申请使用GA 二 新增追踪程式码 三 了解目标对象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要申请 申请什么 申请这个追踪程式码 一个人他可以一个Gmail 一个Gmail是不是可以登入这个GA 他可以申请他可以申请多少个追踪程式码 假设你今天你的工作就是在做网站管理 网站管理一个电球店开馆25个 一个Gmail开馆25个 好 例如说这一批店家找我来去帮他做网站分析 我一个月跟他收1000块 我根本做分析 很像我就固定 躺在那边赚钱 因为Google都帮我赚好 然后就把这些图寄给各个店家 听得懂我在说懂吗 你看这个价格是平均价格 然后呢 我要再帮这一批的店家 我再申请个新的Gmail 然后去做这个网站分析 让他说我一个月帮你出一次月报表 这是有多少使用者 发关注是你的网站的什么 然后你可能要做一些重分 一个月给你这个分析报告1000块 25个人是不是这边我就可以收到255个 这不是我在画这些图 我完全不用画任何的图 我都可以赚这些钱了 我没有做这种事 不用找我做 你们都可以开始接下来帮你的亲朋好友做这些事了 因为真的 等一下你就会看到我那些图 并不是自动产生的完全没有画底 可是我在教别人 如何在之后出这些资料 我们再自己重新再就画出更进一步的图 好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第一件事情我是不是要点这个申请 因为我要申请使用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点申请 然后这边有没有看到我的新账户名称 这个账户所含追踪ID可超过一个 我的账户名称叫K-E-N-S-U-N-7 我不要记太多因为我刚刚的网站叫做K-E-N-S-U-N-7 我这边账户名称我也叫K-E-N-S-U-N-7 不要记一大堆点号到时候自己都会乱掉 尤其你要去事业做 你要是今天上完这个课 你就可以开始去做 我刚刚说的一个店家一个月跟他收1000块 他不会觉得贵 但是你要做好管理 假设你今天要管理 比如说 你不要说多了 100个店家一个月就10万 你还要在台中大学教书吗 好 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要有一个追踪码 那如果说你今天你设这个名称 你自己要记得住 自己记得住 这个账户名称 然后接下来账户资料共用设定 好 那个全部他这边都用预设 只要点选下一步就好了 然后接下来你想要进行什么评估 你是要评估网站 我们刚做的是一个网站 他还可以帮你评估app 如果你 你们知不知道一个小时内可以做好一个app 我觉得一个小时都不用 一个app 属性就整个都做完了 你们相信吗 google sheets sh eeps 前面那个google这个单字 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google的意思就是全世界最大最大的数字 google 那后面那个工作表 sh eep要加so google sheets 他就可以帮你做app 而且很快一个小时之内绝对做得完 你知道怎么看教学影片吗 我在推广上 请到youtube输入 孙在的google sheets 你就可以找到那个影片了 听得懂吗 这些东西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因为大家的专业都不一样 这样可以了解 你知道了以后 你可以做 我应该这么说 现在像那个公务人员 他又不是学资讯的 可是他老板就说 不行啊 你加减你还是要做一些资讯的工作 好那你就要想 你就要想说 你技巧不是那么熟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有资源 我刚刚不是告诉你 我的电子右键ID 我会得也只有这些了 就要互相交流一下 好了 或者是你今天要做的是 我应用程式和网站 我现在要做的只有网站 所以点选这一个 评估您的网站 然后接下来呢 下一步 然后我的网站名称叫做 赵子龙电脑教室 赵子龙电脑教室 电脑教学还是电脑教室 然后网址还记得吗 网址这边一定要改 一定要改成这一个 一定要改成HTTBS 然后接下来后面 后面 记得吗 大家一刚开始 是不是都是SITES点 点什么 Google 被我关掉 好关掉就再叫出来 可以吗 稍微注意一件事 稍微注意一下这件事情 很神奇吧 这边多了一个空白 如果你是从刚刚那地方复制过来的 这个空白要删掉 因为如果你不删掉这个空白 它会说预设网址无效 好 可以吗 这边大家都要看到 因为至少你的GA码 是等一下都会产生算的 只要你贴完这些资料 你的GA码就有了 GA码就贴回去刚刚的网站 好了 那我们现在 现在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 产业类别 我都是选教育 如果你今天你是卖面 好吃的面 其实我觉得你只要放 关键字叫做没有味精 我想应该就会有人会跑去吃了 可以吗 没有味精是不是很重要的关键字 是吧 然后我现在我都是选教育 因为我的重点是那个 是电脑教室 电脑教学 赵子龙电脑教学 然后接下来 这个报表的时区是 那个GMP 加8小时 就台湾这个地区 然后点选建立 可以吗 这些都不可以有错 尤其是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 其实你网址输入 KMSUN 这个照样 它都会给你的GMP 问题是 问题是 这个网址 它不是你的 好 一定要输入正确的网址 然后接下来点选 建立 然后接下来 要不要同意这个GDPR 什么资料处理条款 要 所以打勾 然后下面 拉下来 还有一个 Google的共用的资料 要不要接受 这个评估控管者 对控管者资料保护条款 好 最后点我接受 可是我还是要 跟你们分享一下 Google公司 它的一个性质 是这样子 就是 它跟微软公司 它跟微软公司 的对待客户的方式 是不太一样的 微软公司 它会站在顾客的立场 它会认为说 我没有得到顾客的授权之前 我是不可以把顾客的资料 给别人 尽管你跟我讲说 基于世界和平 基于公共利益 基于健康卫生 它都不给 这是微软公司的做法 Google公司就不是这样做 我只是要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所以为什么大陆要把Google公司赶走 它不赶走微软公司 一定中间有一些关系 这点可能要请都会稍微注意一下 好 点选 我接受 我接受 好 注意哦 还没有结束 是用全新Google Netflix行动 程式 它的意思是说 你要不要顺便去下载 那个APP 我就有顺便下载 我可以 偶尔的时候去观看一下 会下载吗 这边下载 我不知要 为什么告诉你们 我的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一张图啊 一张图 反正你去那个Google 看你像Android的手机还是iOS iPhone的手机 然后你去APP里面 直接找Google Analytics 就会找到这个APP 可以吗 我们现在是不去 不去带你做这件事 所以我们就不用了 谢谢 好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这个东西在哪里 有看到吗 追踪 追踪嘛 是不是给你了 这边后面那个 对取1 你可能会到时候需要 对取2 对取3 就是管不同的网站 一个使用者 我刚刚那个 可以管 SUN7 我可以管 25个 就是后面就会变成 对取1 对取2 对取3 对取4 好 到时候就可以分别管 25家店链 那 我们等一下指示给你看 我其中的一家店链 就是我的主要那个 网页 然后 有多少 多少 我们来观看 等一下 下一节课 我就要给你们看 我的那个网站 这样可以了解吗 这边是不是就产生一个追踪ID 这个追踪ID 去观看 去观看这里面内容 你会 找不到这个追踪资讯 好 接下来呢 回到赵子龙电脑教室 你会不会到这一页 先回到我们的云端硬碟 会到云端硬碟嘛 然后我刚是不是建立了一个资料夹 建立了一个资料夹 2019 0911 这个资料夹 然后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赵子龙电脑教室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这个地方点点点这个网站 然后右上角这个点点点网站分析 然后直接点贴上 你的GMA就贴进去了 储存 然后接下来这个网站就可以直接关掉了 可以吗 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个GMA有放进去 但是最后在下课之前 我要特别提醒你 它下面是有提案的网址 假设我今天 我是要把这个GMA 放在台东大学的首页 它要放在什么地方 它都写得清清楚楚了 如果你会做网页的话 你就会知道一个网站 一个 我随便打开 比如说台东大学的网页 好 这是我们台东大学的网页 对不对 然后请点选F12 F12是什么 就是看那个网页程式 可以看得到吗 可以看得到吗 一刚开始是不是网页的开始 然后有分HED区 HED区跟什么BODY区 BODY开始 BODY结束 有看到吗 网页结束 请问你 HED区知道是什么吗 这里面 你就把刚刚这个地方 这个城市 如果你现在你的追踪 你要埋在台东大学的首页 那就是这个位置 首页在什么地方呢 他说请放在HED中 当中做第一个项目贴上 就是把这里面内容整个复制出来 这个复制可以吗 复制然后贴到哪里去呢 去找一个那个影像 那个网站编辑软件 像DreamWaver 以前还有front page 现在纪事本都可以做 然后接下来 请把它做什么 贴上贴在那个HED这个前面 就是HED的下面 这个meta HTTT什么什么的前面 你把刚刚那一段城市 贴到这边 到时候 他就可以帮你去做网站 分析 可以吗 你每个月或者是 每半个月 或是每周 你都可以上去看 有多少人到 不只是首页 你买首页的话 他就帮你把首页 榨了一页 全部都分析 他要分析 使用者到了首页之后 多久会照出这句 下一个后再跟你们讲 可以了解吗 一个是 我们要是 只有协作平台 你要可以把GA码 买在什么地方 另外一个 就是假设我已经有一个网站 然后我又应该怎么样去买这个GA码 买在什么位置 就是那一段的城市 然后把它放进去 可是请你要注意 你的所有资料 全部都给Google公司了 了解吗 你的所有所有的资料 全部都给Google公司了 他以后分析 分析网页浏览行为 他要去分析在学术界上面 浏览者的行为模式 跟那个 那我们说那个 像什么 淘宝啊 这种 或者叫做 网购的平台 的浏览者的行为 不一样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 我们台东大学的时候 就会被他当作是一个 一个 就是说 一个样子 这样比较是我们说的意思吧 好 所以这观念你当然全部都懂 你要全部都懂 看你要不要去把这个资料 全部都给Google公司 但是你真的做不到 像Google公司 他可以做在地分析 然后因为台东大学 怎么可能去做出那个什么 即时店家在什么位置里来搜寻 对不对 好 提问给你们参考一下 所以我想我们这一节课 可能要暂时介绍到这边 下课之前 请你们动手做一件事 就是 请把自己的这些网站都先登出 不要挂在线上 真的 一定要尤其在使用公共电脑 千万不要把这些内容挂在线上 先把自己的网站的资料登出 所以这节课的重点就是 告诉各位如何建设一个网站 然后这个网站里面 因为你要准备去做GA的分析 所以你可能这个网站你要 让别人在Google搜寻 请示搜寻得到 记得要用我的商家 来去做这件事 那让别人搜寻得到 你才值得分析你这个网站 你的网站的流量才会变到 再来就是 那我们是要透过GA来做网站分析 所以那个GA它会有一个 埋进去的侦测码 那个GA码怎么放在网站里面 所以我也招各位了 好 那就请你们先了解到这边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